我跟金圈太子爷从小一起长大 打小就是我气负他 到处哭着找妈妈 后来我妈听了什么狗屁大师的话 说我这辈子只能怀上陆成的孩子 两家本就是诗教 所以为了让陆加油后 随着陆成结婚了 大过几个陆成好不惬意 中年女人见我突然看着对面都走了 她眼神也随之看了过去 问顾律师 你认识那家三口吗 叶凡拉着陆成聊的欢快 叶楚在旁边一脸幸福 这情形谁看了都像一家三口 中年女人问话 我在心里自嘲地笑一下 念不改色地说熟人 我和陆成也只能算熟人了 我把眼神收回来了 中年女人多看了两眼说 男的挺有气场不气质的 但女的配不上他 我笑说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中年女人见我打开了车门 连忙又说耽误你一上午了 顾律师你赶紧回家过节 你看你哪天有时间 我郑重请你吃饭 我说道 行 那等于和中年女人打了招呼 我开着跑车离开时 在末天的陆成那边一眼 她正在帮叶楚和叶凡兄妹俩开车门 结婚两年了 她从来没有给我开的车门 嘴角扬起一抹讽刺又无奈的笑 我收回眼神 没有打电话陆成查稿 踩着油门就回家了 我进了屋 赵之秋看我是一个人回来的 一下就失望了到陆成没有回来啊 这次八天假 你们又安排出去玩一下吗 我入龙骑士的换鞋并说到他忙 再忙也要生活呀 赵之秋说完又嘀咕道 陆成上次不是挺维护你的吗 你俩感情难道没有进展吗 赵之秋提起上次的事情 我想起刚刚看到陆成的情形 好笑的说打狗还要看主人 我再不记也是他老婆 他不会胳膊肘往外拐 不想谈陆成 我就转移个话题道 妈 今天都做什么好吃的我爸呢 他上次说的笑话怎样 要不要我给他看看 我没有屁的之前 放假和实习都是在自己家公司 所以公司的事情我都了解 赵之秋说都是你爱吃的 工作上的事情你去书房你爸 我答应一声醒 然后就上楼去了 没多大一会儿 父女两人在书房聊了一阵子就下楼吃饭了 醒了 我差一问道你怎么过来了 陆成淡漠道 我不能来你家吃饭吗 我两手只在床上坐了起来笑道 这不是头两年都没有来 我受宠落惊 陆成直视着我 我一定是笑着在说话 他怎么觉得那么不对位呢 我起了床脸好了备子 看陆成就正坐在旁边看书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 也坐到书桌跟前忙工作了 沙发一边陆成抬头看了我一眼 觉得我比较不对劲 两人都忙个的 直到赵之秋敲开房门喊他们吃饭 他们才下楼去 陆成也难道回一趟 千万别客气 多吃一点 赵之秋的热情和客气 陆成反倒不好意思了 和我结婚之后 他确实没来过自家请回 一家四口吃着饭 顾清华和陆成聊起了工作上的事情 平时这种时候 我怎么着也会陪一下 今天却完全没有参与话题 一边刷手机一边吃饭 赵之秋见状 拿筷子敲了一下我的碗道 男生吃饭看什么手机 我说看的案件资料 赵之秋道 吃饭的时候看什么案件资料 吃完再看 再说大过节了 让自己休息一下 行 我答应着 关掉手机便端起了碗筷 赵之秋又嘀咕道 你这孩子 现在眼里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赵之秋老到完 不成嫌疑了我一眼 我的眼睛里却完全没有他 一往自己来他家一回 他很明显是高兴的 想方设法地调戏他 今天却压根没当回事 这会儿 赵之秋似乎也看出 我今天比较过于的沉默 别问男生 你是不是工作碰到问题了 要是有不开心 你就回公司帮你吧 至少不用看脸色受气 我一下笑了道 行了妈妈你别瞎想了 哪有工作上的事情难得了我 尽管是律政新人 我从夜以来却并没有说过案子 说完眼神 无意撞到陆成的眼神 看陆成再看我 我笑到你别客气都吃点 八点多一家人吃完饭 想两口在楼下 陪顾清华和赵之秋 做离会就上楼去了 从衣橱里拿出换洗衣服 我看陆成没打算 就跟你今晚不回去 结婚两年 陆成从来没有在我家过过夜 陆成没什么情绪说道 不欢迎我在这里过夜 我笑了道 欢迎当然欢迎 嘴上说着欢迎 太北区还是和以往有所不一样 不再调戏陆成了 要是换做平时 流氓话早就脱口而出 早就把陆成说的耳朵红了 之后又说那房间里的洗手间给你用 我去客房那边 往常我肯定会说 要不两人一起洗呗 又送我离开卧室 陆成两手揣裤都神色尽变深沉了 这不是平常的我 他心里有事 尽管他仍然一脸笑 还是很热情 过了好一会儿 我从客房那边回来时 陆成已经洗完坐卧在床上了 我见状 拉开书桌跟前的椅子说 我还有个案件资料要整理 已经休息 陆成放下手里的书籍 看着我问到今天不闹着生儿子了 从下午到现在 他出现在我眼前六五小时 我一句都没有调戏他 一句没说生孩子的事情 可在往常我肯定会说花好月圆 难得春宵 他把我的台词都想好了 结果我说要整理案件资料 陆成的问话我笑了 只说道 哪能天天想这事 总得挠点别的 说完我继续翻阅手中的案件资料 陆成不动声色下床来到我跟前 抬手揭住我的脸 让我看向了他 对我说道 顾南生你心里有事 认识我23年 我从出生那天起他就认识我了 我的情趣他不难看懂 我抓住陆成的手腕 好笑地说 今天不骚扰你 你还不习惯了是吧 接约又说语人总不是有那么几天 我话没说完 陆成掐了我的脸 直接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 我一个亮枪站稳 看着他说 性质这么好 打算用墙 陆成道 顾南生你阴阳怪气 我好笑了 我今天稳定才说了几句 怎么就阴阳怪气了 我根本就懒得巴里他 谁他万阴阳他了 四目相望 看陆成一副 我不说清楚就没完的证实 我轻笑道 我就非得死气白赖地求着你玩 陆成脸色更明沉了 掐着我的脸一绑往上提了一点 我脸头拿开他的手说 今天上午在外面谈事情看到你了 我就说了这一句 其他都没有多提 陆成立刻反应过来了 知道我是看到他陪叶主和叶凡了 右手收回来 两手轻轻握成拳头又松开 陆成没了刚才的灵力 解释道 跟你说过亲爱人情 我说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陆成我有权力不高兴 有权力不舔的脸红你 这话陆成都爱听了 味道 顾南生你要是这样就不懂事了 顿时被气笑了 陆成是谁给你的脸 觉得我看到你陪其他旅人过节 还得鸡声下气地讨好你了 我是拿了名分一毫 还是让你养我了 压根没想跟他吵 也没想提这事的 只是不想理他 是他非非不饶 从什么时候起 我不等他不调戏 他都是错了 陆成却冷力道 顾南生以前都是找我玩 以前我总是一脸笑地找他 这次自己来顾家找我 我却不闹他吗 陆成接受不了这样的怒差 觉得我以前是拿他当胡耍 心情好就逗一下 心情不好就亮一边 这会儿陆成才忽然发现 以前虽然总是我在主动 但他和我之间 主动权似乎不在他的手上 而是在我的手上 我想怎样就怎样 全凭心情办事 我好笑地说我对你好一时 还非得对你好一辈子 我没脸不用要尊严 陆成扣着我的后脖子 猛的倒往前拽一把刀 和我在一起就是 不要脸不要尊严了 后脖子被陆成拽得生疼 我抬头看着他说道 陆成你要是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发手 再说了 我在他眼里什么时候又有脸了 陆成没放 眼里的怒火还更甚了 我拽了他两项没拽开 便看着他说陆成 你别忘了是你爸来我家提亲 是你陆成点头答应的这件亲事 你别弄了我像嵌子似的 你如果有 我话没有说完 陆成把我往他怀里拽了一把 我身都堵上我的宠 似乎是猜到我要说的话 不想听我那些话 一阵带着愤怒的吻结束 我的嘴巴都肿了 我抬手擦了一把嘴巴 陆成转身走到衣橱那边 放了衣服头也不回了就走了 房间里头我心里一阵锅火了 妈的我就想共你一代了 怎么回回都是我的错 他在那边陪其他女人过节 也是我的错 无力的坐回椅子上 房门突然被赵之秋打开了 他问到男生 我刚好像听到你这里有声音 是怎么回事 说着又往屋子里看了看 问到陆成呢 赵之秋进来了 我马上收起了自己的情绪 作无其事的说 有点工作上的事情出去了 赵之秋走了进来说道 怎么一个个连过节都这么忙 之后拉着我又聊了一下 赵之秋又感慨道 我对他说回来 陆成今年还是比前两年强多了 还知道回来吃顿饭 我打了个哈欠 说到他 这都快十二点了 你赶紧回房间休息吧 赵之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 行 我回去休息 不过男生也别和陆成志气 他也是去忙工作的 我点头说我知道 结合两年多我早就习惯了 不然早把自己给启病 哐了一声 赵之秋离开之后 我关上房门便长长地吐一嘴气 后来的几天 我干脆没回玉林湾 正好趁假期陪一下爸妈 这天下午我午觉刚醒了一会儿 秦海云的电话打不来了 问到男生 这几天没在家里啊 我一边倒水一边说回养假了 陪一下我爸妈 秦海云道 难怪我刚刚过去的时候 想扫说你这几天不在家 不等我开口说话 秦海云又问男生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玉林湾 我吃完晚饭就回去 秦海云没有说明 我也知道这通电话是催我回去的 其实他不把这通电话 我也会回去的 因为赵之秋这几天已经在牢到我了 电话那头秦海云见 我说吃完晚饭就回去 他便松了一口气 一会儿我说了几句才把电话挂断 答应了秦海云 我吃完晚饭就开着车子回去了 少夫人回来了呀 是啊 怎么我回娘家一趟 秦海云还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原来是路程在家独手空房了 在楼下和姜嫂聊了几句 我就兴趣不大的上楼了 但以前早就昨梦上楼调戏路程了 今天却丝毫没有兴趣 目送我上楼 看我没有往常的欢快 姜嫂不禁提顾少夫人 今天好像不是很热情了 片刻后我推开卧室房门进去 布城正好洗完澡从洗手间出来 这一回我没和往常 亮一脸笑的打招呼说他回来了 落成心里一梗 莫名不痛快吗 以前他们也吵架 但是我从来没有隔夜愁 该怎么相处还是无处 冷轻轻地坐回床上 我依然没开口打招呼 走到书桌跟前打开电脑 也没有要理路程的意思 以前总是我先和落成说话 我这回不说话 落成就更拉不下面的开口了 按键资料打开 我放在旁边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梁州打过来的 我拿起电话接通 一脸笑到梁州 这会儿我的语气语调 还是那么大气和自信 床上落成冲到梁州两个字 眼睛瞬间亮了 抬头就看向我 我却更没看到他似的 我骑身就走到落地窗里边 电话那头 沈梁州说男生 我这边有个农民工薪资 和工程款的事情 你看接不接 我说接啊 劳动法我还行 我法律学的都还可以 工底都比较扎实 我最感兴趣 最喜欢的还是合计法 我说接案子 沈梁州说 那我先简单把这事情跟你说一下 说着沈梁州就把案件 大概和我说了一下 然后让民主把相关资料 发到我邮箱 这件事情不是沈梁州指数工作 是昨天在ZF门口 他车子被一帮农民都拦住了 说他们被欠工资和工程款 沈梁州便想着 看我能不能走法律程序 帮忙处理一下 我和沈梁州通完电话 陆成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冷清清的说 沈梁州应是只想找不到律师 偏要找你顾男生 这种事情沈梁州密书一通电话 工地老板还不得马上 把工资和款项结了 还需要你顾男生出面 都好笑的说 我不就是他旁边最近的律师吗 陆成却不一了 他放下手中了书 前面来得及说什么 你先开口吧 我说陆成 我今天晚上可是没招惹你 我连气都没大声传你别找茬 我不死气白赖 他说我阴阳怪气 我没听没脸的聊他 只是我见不要脸 总而言之他不待见我 我怎么做都是错 那干脆不吭声了呗 他要想怎样我答应就成了 我的声明 陆成心里更不痛快了 宁愿我和他大吵大闹 也不愿意这么憋屈 他看着我说道 顾男生 要说沈梁州没有其他意思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你也在哪里夜处安排不了工作 为什么非要安排在陆市的秘书班 是不是自己做什么事 也有其他人都和你一样 陆成脸神柔和了些许 说道你还是介意他 我一笑说道我算打跟从了 能介意你那么多的事情 你别找我查我就歇天歇地了 两年多了 我从来不打扮你的事情跟他吵 我的原则是抓大放小 只要陆成肯生孩子就行 只是我现在没有心情生孩子 陆成就没有多大的运处了 我的不管不闻 陆成冷清清道 我男生你确实没有资格多叻太太 我顺着他话 工作感叹说 结婚两年以为能给你生命一样扮女 确实是没资格的 陆成脸色皱变感觉被内涵了 冷不定下了床 陆成记紧睡袍腰带 说道老子不跟你打嘴巴关死 说完打开房门就走了 我转脸看了门口那边一眼 总是笑了一下 打开桌子跟前的椅子就坐下去 刚到那一会儿 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响 秦海云打过来了 接通电话我喊的是妈 男生你回家了吗 陆成应该在家里吧 电话那头秦海云的声音很快传过来 我说到刚出去了 电话那头秦海云听说陆成又出去了 咋了一下把高子又出去了 这几天不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吗 不等我开口 秦海云用语重心肠地说男生啊 你和陆成这样是不行的 再这么下去怕是真够不到头 你还是得抓紧生个孩子 男人有孩子心想会归架 再说男生 意识到自己要说的话可能会伤到我 秦海云就把算命说的那些咽下去了 心里却在想 几个算命的都说他只能和陆成才会有孩子 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放心上呢 要是搁在他的身上 他肯定一天到晚就琢磨了 哪还会出去工作 我敲着键盘说妈我知道 我都放在心上 只不过和陆成过到头 这是我还真不敢想 能有个孩子就要烧锅箱了 秦海云道 那我给陆成打个电话去收拾他 秦海云说着 大段电话就给陆成打过去了 电话通了他直接先炸了 陆成你刚刚是不是又走了 男生他回来你就走你什么意思 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 我告诉你 除了男生我的儿媳妇不会有第二个人 你把那些花花肠子都给我收起来 还有你要是真敢和男生提离婚 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你一毛钱就不想拿到 秦海云一咋咋呼呼 陆成楼这鼻梁学说道 没走 在家 那一头秦海云先是一愣 然后回神道 你算家的话就去封封男生 男人哄一下老朋友丢脸 还有你看中秋都过了 今年马上都要结束了 今年抱孙子我肯定指望不上 但你至少在过年前让男生怀孕吧 不然旁人的话真就不好听了 就算旁人不说他自己都有想法了 都两年多了 怎么还没怀上 男生检查都是正常的 难不成真是他儿子有问题 陆成没吭声 秦海云又说 陆成我跟你说的话 你听进去没 现在赶紧过去轰轰男生 夫妻吵架都是床头 秦海云没有劳到完 陆成趴搭就把电话挂断了 秦海云的性子 说到明天早上也说不完 手机跟他不亲不亲的扔在床头会上 陆成抬头看了门口一眼 想到我刚才不拢不热的态度 他身子往床上一挡懒的起身了 前两天他都舔着脸去顾家了 谁还次次跟我逼跑 对面的卧室 我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 一心专严到案子里面去了 哪还能想到陆成 孩子的事情也被我忘了吗 第二天早上 我收拾好自己要去医所拿东西时 打开卧室房门 就看见陆成穿着睡衣 从对面的卧室出来了 我一惊 问到在家里面出去了 那我昨天晚上跟你妈冤枉你了 我一如既往的直爽 陆成嫌弃的白了我一眼 这会儿我先拿嘴跟他说话 陆成便顺坡下离的问都在休息 一大早上去 我一脸笑着说人家都是一位好 我又没人对我好 没人养我我挣钱去呗 陆成脸一沉 他又被内涵了 不过话说回来 结婚两年多 他确实没给过钱 也没送我礼物 陆成背对的不接茶 我走到他跟前 整理着他的睡衣说道 被我说的心里过意不去了 那就生个孩子呗 我也不要你掏钱 只管爽一下就行 陆成脸色当即一变 抬手揪了我的脸道 顾男生也要是男人的话 没你的能性也不被疑惑害 陆成嘴上随我 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小不要脸的我总算是回来了 中秋节那一茶算是翻天了 这次吵过之后 我虽然打嘴炮 但是没有多少的实际行动 没总往陆成身上蹭 弄得陆成心里很是不痛快 总觉得差那么一点意思 所以对我就更冷淡了 这天半夜我睡得正成时 忽然被楼下的骚动给吵醒了 我披上宝坛打开房门 只见陆成喝得不醒人似的 我下楼说道 他没那么多爱惜自己 碰到什么事了 自从他们结婚 我就没看他们给喝醉过 上次给沈梁州接风面 他关了杯 但是也没这样 苏木白见状 侧到我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我听后当即变了脸 只说到失恋 我哥这里好好的 也没在外头 偷认他失什么脸 苏木白说道 估计对象不是你 我说那陆成这阵子 怎么天天回来 就算是深中半夜 你要回家 原来是在外头吃了气 人家都搭理他 难怪成天摆着个脸 两手胶脱在胸前 我低头看见沐成时 抬腿就踹了他一脚 男生你别呀 苏木白赶紧拦着道 别把我三肚子踹坏了 不要明天雷来我身上 说是我踹的 因为到南京 你大把手啊 我一个人扛得动了 我搭得屁 他失恋对象都不是我 我没扔在外面都是好的 我发音落下 他成两手撑在沙发上 想站起来 结果一下又坐了下去 苏木白见状 叹了口气都闷了好几天 四哥说这状态一看就是失恋 我公问这也是 我讽刺的笑了笑 失恋 路程真有出息 只是那个女人到底是叶楚 还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人 我懒得多想 反正不会是我 叶楚呢 他俩这几天在不在一起 我问道 没看见 估计是吵架了 所以三哥他心情不好 也不知道这股劲 什么时候能缓得过来 从来都没见过三哥这样 我听着苏木白的话 挺轻轻的收回眼神 从兜里掏出手机 就给叶楚拔了过去 叶楚你过来玉林湾一行 说爸没有给叶楚 任何回应的机会 我就把电话挂放了 苏木白道 难解你怎么把心叶的喊过来了 他把路北城送回玉林湾 是在给我创造机会 我看得出来啊 我怕他把手机扔在一旁 波兰不惊地说 解零点要记零人 你三哥的酒我解不了 他的心是我更解不了 苏木白道 越是这样你越要防着点 难不成真不想和三哥过了 我想想说 他心不在这家 怎么防过没用 但说又瞬间出小三 意见出梁柱 我越懒 他俩感情越深 而且这么多年我也懒得懒了 他们自己处理问题 你三哥自己选择 我话音落下 路城醉着酒 皱着不知嘀咕了两句什么 我明清清楚 转脸看向苏木白 苏木白翻译 叶楚 我三哥是在找叶楚 我一听 嘲讽的笑了一下 这份深情我都要被感动了 路城明天酒醒 要是知道苏木白这么肯帮忙 肯定要好好感谢他 半个小时候 叶楚风尘徒谷赶过来了 身上的顺音连患 脚上穿着拖鞋 心急火燎的问 南烟 路城怎么了 叶楚匆匆忙忙的出现 我忽然觉得自己挺多余的 我贴了一眼路城说道 路城说多了 苏木白说是因为你 你处理一下 叶楚脸色一变 南烟 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 我说道 我先上楼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张嫂 我说完 转身就上楼了 不送我上楼 苏木白配合了五体投递 这心胸和格局 他一个男人拍马不赶不上 这么好的媳妇 他三哥还不珍惜 他还想要什么 这都能办法不明 这家好往不讲了 我走了 苏木白再次开张路城的时候 眼神和叶楚撞上了 叶楚白口莫变的样子 苏木白说 我帮你先把三哥 先送回卧室 叶楚猛的回神 好 走廊尽头的刺悟 我难得的失眠了 这日子再这么下去 确实没有意思 总不能一辈子 看过路城和其他的人 爱得死去活来 以后能不能生孩子当妈 我也已经尽力了 没证明的话 那我也只能认了 两人认识这么多年 我也第一回看他喝得烂醉如你 要不是太喜欢 太放不下 他脸会这样折腾 他对一片深情 我气都气不起来了 只觉得很无力 同一时间 主卧室那边 叶楚手啄路城一直没合眼 路城的卧室 这里的空气和哪件物品 都散发啄路城的味道 叶楚像是在扑弄 如果没有今晚的乌龙 他可能一辈子都怕不进玉玲弯 一辈子不能这么看着路城 路城 右手轻轻摞在路城的额头上 叶楚的声音很温柔和满足 我和苏木白说路城喝醉是因为他 两手紧紧拉着路城的手 叶楚的眼神格外明亮 次日 路城醒来的时候 头疼得要命 喉咙一阵发干难受 浑身上下打得不舒服 隐隐约约只记得自己被苏木白扶上车 好像还梦到困难烟了 路城 你醒了呀 叶楚见他醒了 连忙去扶 是不是头很痛 叶楚如同龄般的声音 路城的脸上明显略不一死不耐 发现是在自己的卧室 叶楚拉着他的手 路城很快把手抽了回来 你怎么进来的 叶楚看着路城抽出去的手 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两手轻轻在哭腿搓了搓解释 你昨天晚上喝醉了 男生把电话让我过来照顾你 路城的脖唇顿时失去了血色 故男生甚至想会过头了 叶楚见路城脸色不好 酸气地问 路城 你是不是哪不舒服 路城说道 我让老李送你回去 路城低沉入骨的声音 如同黑夜中的暗芒 一下子绝住了他的呼吸 昨夜为了照看他 他连眼皮都没敢多眨 他醒来就让司机送他走 这让他情何以堪 让他在男生跟前面的老老哥啊 叶楚吞了唾沫 勉强地笑道 等你吃了早餐 我再回去 路城没有理会他 下床拿起桌子上手机 这被司机拔了过去 叶楚两手轻轻握成拳头 这么多年了 他还要怎样才能走进他一点点 才能让他再遇他一点点 几次想问一下路城 最后还是没敢开口 只得顺他的意思离开玉林湾了 主卧这边 叶楚前脚一走 路城后脚就去走廊镜头的卧室了 一盆凉水劈头浇下去的时候 我就像一只突然炸毛的猫 猛的惊醒从床上跳了起来 拍着自己身上的冷水 小佣人见状 两手拿着盆子瑟瑟发抖地说 少夫人 是少爷让我拖的 小佣人说完又战战兢兢地看我路城一眼 我的眼神随着看过去 看路城两手揣在兜里冷冰冰地看着我 我二话不说拿起电柜上的摆剑 就朝路城发过去 路城 你是不是有病 一时之间 身上的水珠都一并甩了出去 小佣人看我动物了 下午拿着盆子就先跑出去了 路城裹开了我砸过来的摆剑 我浑身湿哒哒又咽下的口气 于是直接下床和路城共手了 尽管平时伸手不错 可是在路城跟前我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打东西抽他 最后只是把他脸划伤了一点 我狠狠把衣服摔在路城身上时 路城抬手就掐住了我的脸 冷声质问 是我有病 还是你不男生有病 什么人都往家放 让他进我房间 这会儿路城掐我的力度不轻 我的脸颊都泛白了 我有病 不好笑的笑了一下 竟然扔开他的手说道 路城 你要是记不住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 你要是我来帮你回忆回忆 你问问他 你回来的时候嘴里喊的是谁的名字 我提起他喝醉 路城脸色变了变 但是想到我把他往外推 路城还是窝火 别说 顾男生 你想完大方是不是 我成全你 我今天把人彻底给你带回来 你把位置躺好了 收拾好你的东西多远滚多远 两年多了 他和叶楚还没怎么整 他倒先把人放进来了 行 他成全 路城让我滚 我冷笑道 我滚 我现在就滚 说吧 直接拴门去了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路城一怒 把屋子里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 半个小时后 我收拾好东西离开时 家里的佣人把我拦住了 少夫人 少爷昨晚就是喝多了 你别的那一般志气 我回到 姜嫂 我去律所不是的他志气 结婚两年多了 我舔的脸找过他多少回 吼过他多少回 勾引过他多少回 每到逢年过节 都是一个人回娘家 我有计较不半句吗 这些日子他家给了压力 他人是回来了 却不冷不热都不拿正眼看我 我凭什么要热脸去贴冷屁股 回头想想 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我对路城的热情和包容早在这两年 一点点被消磨 一直以来 我以为睁着眼闭着眼少管他一点 少计较一点 两人迟早就好起来 只不过是我想错了 记得了他的生活 记得了他的心 我还不稀罕 我说要去律所 姜嫂敏除雷南 小悠人则是在旁边轻声说 少夫人 是少爷交代你不能出门的 网站在外面看了一眼 小悠人又说 而且少夫人也出不去的 不是那小悠人的眼神看过去 才发现门口那边有保镖 我不信邪 这要出去的时候还是被拦住了 保镖摒气脸膝的会报 少夫人 陆总说要回你一份礼 但你先别走 保镖终于说 我顿时就明白了 路城是要我亲眼看着他把人带回来 取代我陆太太的位置 我冷笑了一声 行 我收 陆城要表演 等欣赏就是了 同一时间 路城脸色阴沉来到办公室时 夜楚小心翼翼 推开房门的进来了 轻声叫道 路城 路城看了他一眼 他面子很憔悴 夜楚道 昨天晚上的事情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你 路城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没有回应夜楚的道歉 夜楚见状 走到他办公桌里头 轻声问 你头疼吗 要不我给你按按 宋城把脑袋仰靠在椅子上 不用 夜楚走到他身后 抬起两手自作主张帮他按了起来 你不舒服还是按一下比较好 虽然没法工作 夜楚的轻声细语 路城想起我昨晚的撮合 便沉默不语了 夜楚见状 轻轻轻轻轻轻 在他旁边也不吭声 认识路城这么多年 给路城当了好几年的秘书 路城想要什么他很清楚 不知过了多久 路城突然重重吐了一口气 夜楚一头看着路城 你心想 他是想起了雷一了吗 如果他是因为和雷一长 有几分相似才得到眷顾 那他庆幸这几分相似 办公室里正安静时 孙悟白疯疯火火地 推开房门进来的运动 三哥 夏成说你找我 下一秒 看到办公室里的荧幕 孙悟白随即停住脚步 皮笑又不笑地说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苏少爷 夜楚见孙悟白来了 连忙停止了帮路城按摩 路城见孙悟白来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 路定看了他一眼 这时夜楚从办公桌里面退出来 孙悟白才走得过去 拉开路城对面的椅子 撒啦啦地坐了下去 夜楚很有眼力气 也很会办事 他给孙悟白泡了茶 然后不声不响 就离开路城的办公室了 他们被清晰地关上 孙悟白回头看了眼说 和好了吗 孙悟白一提和好两字 路城的脸色顿时阴沉 昨天晚上你送我回去等 孙悟白回道 是啊 不过三哥你也不用太客气 要是你非得感谢的话 你看十三局 孙悟白话又说完 路城轻叫道 谢嘛 肯定要谢 紧接着又说景阳那边去人手帮忙 我看你就很合适 正好过去锻炼锻炼 孙悟白听了要去路锦阳那边 脸色瞬间傻白 三哥 你这是报恩还是报仇啊 那地方不是人 孙悟白还没诉苦完 路城拨拖了电话 夏成 替苏少爷准备一下 孙悟白越哭无泪 三哥 我是来做错了吗 我改还不成吗 是不是你跟夜处还没和好 那你自己个多轰轰啊 而且我则从帮你把男生的思想工作都做通了 男生说他不抢求你 让你自己解决问题 他还把夜处帮你喊回去了 男生说了 他尊重你的选择 孙悟白越往后说 路城的脸色就越难看 他霹里啪啦一通说完 夏成进来了 一本正经的看着孙悟白 苏少爷 火车票已经帮您订好了 二爷会在那边火车站接你 三哥 我错哪了 孙悟白真要哭了 他这么联工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落到路锦阳一样的下场 被夏成请出路城办公室之后 孙悟白从都掏出手机就被沈黎他们打了过去 大伙去爱莫能助 只让他保重 孙悟白最后没法给他妈打了电话 但他妈帮忙去求情 电话那头 苏少爷一边打着麻将一边说 路白 我觉得路城的决定特别好 你这孩子平时就是太不稳重 是该去锻炼一下 我和你爸都很感谢路城的 咱们家公司的事情由你爸在你去放心吧 孙悟白顺势觉得 他忽然有种重叛轻疑的感觉 办公室里 想着孙悟白生无可恋的样子 苏承心里头这才稍稍出了口气 他什么时候问叶楚喝就久了 谁TM让他在我跟前瞎扯了 想起我的大气和我今天早上的满不在乎 这个想法 但他想的太天真了 晚上八点多 路城领着夜楚回到一零湾时 我正好下楼 夜楚见我下来了 他连忙打招呼 男生 夏成拎着夜楚的行李 也尴尬的打招呼 少夫人 我淡漠的瞥了几个一眼 若无其事的下楼 若无其事的给自己倒水 谁都不搭理 夜楚见状 主动的前去解释 男生 路城说你心情不太好 但我过来陪陪你 路城为何让他过来 夜楚心里跟明镜似的 眼下是碍于尴尬的圆场 夏成跟在两人身后也尴尬 Boss真闹得乱一出 他都看不懂了 路城却冷着脸说 你怕他做什么 说着又看向夏成吩咐 夏成 你把行李放去主卧 夏成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路城一个冷眼扫去 他马上回应 好的Boss 夏成拎着行李 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 眼里全都是同情 这次恐怕真要散了 这次将早从厨房出来了 低声道 少爷 宵夜做好了 路城没有什么表情的 看向夜楚 先去吃点东西 夜楚的眼神仍然停留在我的身上 看着我说 男生 你晚上吃饭了吗 一起吃一点吧 我停住了上楼的步子 转身看向了夜楚说道 夜楚 路城既然把你带回玉林湾 那你在他心里就值这个分量 与其想着怎么跟我征选 不如多花点心思把他套牢 路城没拟我张胆的时候 不还能放两句狠话 路城把人都带回来了 我要是还拿自己当陆太太 那是爹自己的饭了 说完 我要转身离开时 又提醒了一下 对了 证据给我留充足一点 这次说完 我直接上楼去了 客厅那边 路城两手抄在裤兜 脸色极其的难看 我的反应 路城好像重重一记拳头 打在软棉花上 路城的旁边 夜楚偷偷看了他一眼 见他不说话 他也不开口说话了 半个小时后 夜楚随路城来到楼上的主屋室时 听路城说让他在这里过夜 一下就慌了 路城 这样不好吧 你和男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有误会的话你去解释一下 你人都爱听好话 一哄就好了 路城没有理解夜楚 走到床尾的边柜跟前 罗开花瓶从里面 找出了一枚针孔摄像头 紧接着 他又陆续从其他地方 找出了几枚针孔摄像头 看着路城在茶几上的针孔摄像头 夜楚的脸都下白了 一动不敢动了 四末 我刚洗完澡 小幽人便手忙脚乱的敲响了房门 我道了一声 进来 小幽人心急火烧推开房门汇报 上夫人 少爷发现摄像头了 全给拔掉了 我担定道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庸人一走 我就打开了电脑 紧接着主卧室的画面 就呈现在我的电脑里了 镜头那边 路城在忙的时候 夜楚便在梳妆台跟前傻傻地坐着 没敢去床上睡 也没敢动我的任何东西 也许是昨天晚上用休息好 夜楚在梳妆台跟前坐了没多久 就趴着睡着了 但宫中那边 路城见夜楚睡了 他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看了半场 然后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拿了张他和我都没有过的薄盘 顺手扔在他身上 之后转身走到书架里边 抬手拿起一本书 轻轻翻开书页 路城从里面拿出来 一张很多年前的这照片 是一张集体照 电脑跟前 路城的一举一动我尽收眼底 路城从书里翻出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经证了一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张照片应该有七八年了 路城怎么把这张照片保留了 他在意的又是照片上的谁 从第三视角看了自己的房间 以及路城手里的那张照片 我后来意识到我和路城结婚这么久 我们都没有拍个婚纱照 没有过合影 路城一直在看那张照片 我看了一会儿就把监控退出来去休息了 夜深人静 我虽然睡着了 但总觉得隐隐不安 就连在梦里都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亏是我 一阵难受的鬼压床 我猛地睁开眼时 只见漆黑的房间里 一道黑色的身影 正坐在沙发上旁盯着我看 我见状 能不能从床上坐起来 伸手就拍了一下床头的开关 看是路城坐在沙发上 我先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姐妹说 大半夜你不睡觉 你在这里盯着我干嘛 再说你不是把夜处带回来了吗 你就这么把人晾在一边 路城有你中办事的吗 说来又打了个哈欠 嫌弃的说 赶紧回那边去 别够我这里当门神了 大晚上的 他不睡觉别人还要睡 我说完 正要倒下去接着睡时 路城冷声道 顾男生 你睡下去试试 我刚玩下去后背又挺直了 抬头看向路城 路城大晚上的你想干嘛呀 还让人睡了 路城咬牙道 你睡得着吗 自己把人都领回来了 他在这头憨是憨 屁是屁 真他妈心大 我睡得着呀 我半眯着眼睛 看路城问道 你睡不着吗 接着又问 人还没哄好吗 路城 不是我说你 你这狗脾气真没改改 别以为有点前世 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有人都得为着你赚 人都是有底线的 你现在要再不回夜处那边去 等明天让你连这面彩旗都画不住了 女人都好哄的 甜言蜜语 不行你就直接扑倒 泡米恩仇 我说爸 又打了个哈欠 慢悠悠道 要点我都跟你说了 你自己回去琢磨 我说完伸手要去关灯时 路城磕过一声 就把我的手腕抓住了 我抬头 路城往前走了两步 担腰凑在我跟前说道 路南生 你是在叫我怎么哄你 我好像笑了道 路城 你这话就说了见外了 我俩不都是我哄你的吗 行了 你也别搁这跟我好时间了 再不回去天都亮了 人夜处真要生气了 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大方 我现在就只想睡觉 只想路城滚蛋 路城问道 你就这么看着我跟他好吗 我拿开他手说道 那可不是 等了雅大婚那天 烟花我包了 说完我接着往床上倒 路城听我这话 心里翻江倒海 路南生你要是敢睡 后果自负 行了 你敢把火把我粉了吧 我拉起被子就盖住了自己 他都把人带回来了 我现在不想和路城说任何废话 这日子就这么拉宝贝 路城抬腿就踹我屁股一脚 我压了压紧被子 眼皮都没睁开 路城说道 睡进去一点 我不应他 路城漏死 不让自己的衣服就在我旁边躺了下去 去拉我的被子 我眯着眼睛说 还要不要脸啦 就不怕我受信大发 路城说道 你发给我看看 我困得厉害 闭着眼睛连人 再被往里挪了挪 听完的说 路城 我丑话给你割前头 你要是再抢我被子 再碰我一下 我可就狗皮高要赖着你不放 你这被子也不想脱手 路城呵呵一笑 我直接钻进被子里面 从我身后到我抱住了 这人到底几个意思 怎么我每次要打退堂鼓时 他就没听没脸的蹭上来了 路城的手握了上来 我瞌睡都要被气醒了 勿一下一百万 我说完 路城也没听 他什么都没有 就是钱多 我狂汉 拽着他手 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紧接着 狠狠打了他手背一巴掌 不耐道 我是真困 你别烦我 我说困了 路城就又闹我了 过了好一阵子 路城贴在我耳边 轻声道 我 我们谈谈 路城说完 我没动静 路城把我扒过来一看 已经在打小呼噜了 没心没肺 路城伸手关掉屋子里的灯 懒着我也睡了 只是两人自己照搭 就用房间不睡 这要挤在客房 这都是什么事 少夫人 太太 太太来了 我正做梦 自己打赢了官司在庆祝时 小庸人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我扶我起来 谁来了 小庸人 少夫人的母亲来了 少爷的母亲也来了 大早上就三军会时 打着哈欠 路城昨晚好像过来找我了 还占我便宜 将太太们先等一下吧 我刚说完 齐海云和赵志秋 直接通门进来了 男生 妈 我挠着头发 一声妈把两人都叫了 齐海云问 路城呢 我扭头在屋子里看了看 路城呢 应该是上班去了 我说完 路城正好从洗手间出完早出来 妈 怎么都过来了 看到路城 齐海云直接怒了 还不是因为你干的好事 你这混账东西 看我怎么收拾你 齐海云只着路城骂了两句 又陪笑看像赵志秋 亲家 我先带路城去聊一下 男生这种你劝劝 今天早上还没睡醒 齐海云就接到苏一百告状的电话 说路城为了叶楚要和我离婚 昨晚把人都带回玲临弯了 说我那头已经答应离婚 说他前天晚上劝了路城一个晚上 路城非但自听 还把他搭配和路锦阳一起建西洋小学 苏路白的状告 齐海云的脑壳当时就炸了 马上给赵志秋打电话 先是一番赔礼道歉 然后就由我过来劝架 赵志秋听着秦海云的安排 郑重地点了点头 给个亲家 男生这边就交给我吧 一心惦记小两口吵架离婚的事情 两人都没有意识到 路城和我昨晚是睡在一个房间 秦海云拉着路城去书房的时候 抓起躺边的金毛板就出了他骂 你个混账东西 你翻家了是吧 你在外面养花惹草还不够 你还把人带回家来 路家上上下下几代人 却得全场你一个人的身上了 路城抬手去挡 秦海云 你青红皂白分清楚了吗 狠狠抽了路城几金毛板 秦海云两手插在腰上说 我不分青红皂白 行 那我现在跟你分分 你生是把人带回来了 路城不响 秦海云又问 孩子是不是你不肯生 路城还是不响 秦海云健壮 欺验一下高涨了起来 男生是哪不好了 样貌身材学历和家世 我哪样不比心业不强 你偏不戴见我 再说这门亲是不是你自己答应的吗 你把人娶回来又这么亮着 你不是缺大人 这样的话 你早些不答应这门亲事啊 结婚两年多 你回了几次家 每次都是男生主动 不好意思吗 谁劝你 让你跟男生好好过日子 你就发配到高原去见希望小学 路城不想和秦海云叫真 便敷衍说 不离还不成吗 好好过还不成吗 秦海云眼睛瞬间亮了 孩子生不生 我有没有真子抱 路城 不生 秦海云炸了 又猛抽了他几肌毛胆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不生试试 彼时 我的房间 秦海云把路城里带走 赵志秋就开始抹眼泪了 你这孩子 你就沉不住气 怎么就答应了呢 我头疼 我 娘 你真是我的亲娘 别大早上搁我这里水漫金山城吗 再说这三条腿的男人满地都是 你怕什么呀 说吧 就给赵志秋抽了一把卫生纸递过去 赵志秋接过纸团 他这眼泪哭得更加伤心了 我说 但这是我们女人也有责任 是我们自己没把老公的心拴住 我呵呵 真不愧是我亲妈 突然自己比谁都厉害 赵志秋停住眼泪一顿 你说什么 我敷衍 我说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把你女婿的心拴住 心里想的确实还好我爸不瞎折腾 不然我现在管谁叫妈都是个问号 我没抬杠 赵志秋继续抹眼泪 这是也不能全怪你 路程他有责任 外面那些女人也有责任 这是确实是赖不上我 赵志秋没管我 继续说 男生 这女人要留住男人的心 还是要给他生个孩子 虽然这男主是挑着战 不踏实 赵志秋的想法 我无法苟同 我的孩子是给我自己生 不是为任何人 我没吭声 赵志秋又止住眼泪 看向我问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 您说的对 赵志秋继续哭 男生 我今天过来也就怕跟你交个底 你就别想的灵魂正事了 我和你爸肯定是不会给你吐口吞噪 你爸他说了 这日子再怎么难熬 你也得把孩子回来了 把孩子生了 不然我老两口将来不在了 你再怎么办 你不能让自己老无所依 我 生生生 我生 我说我生 赵志秋眼泪夹然而止 男生 这话可是你自己答应的 你别说话不算话 我歪着脑袋 单手流太阳穴 是我答应的 赵志秋怕我是忽悠我 便又说 你爸最近对公司的事情挺烦的 你就别再让他分析 别给他添麻烦了 我瞬间挺直身子 公司怎么了 孩子可以不生 气也可以瘦 但绝不能有人来我家的发财路 阻止我家挣钱 沐清华现在这么一分一毫 那都是我以后的杨老金 赵志秋 我又不知道具体情况 反正和许家有关吧 所以你别跟你爸添麻烦了 知道了 我没有执意要离婚 赵志秋便擦干了眼泪 很小明蛋 知道轻重就好 以后我少和陆成抬告 多哄着他一点 我哄 赵志秋 那我也不多说了 我去看看陆成那边怎样了吧 两两前脚出门 正好碰到秦海云和陆成 从书房出来 陆成的脸上 还有几道鸡毛胆的印度 你看我和赵志秋出来了 秦海云一脸笑的赢了上去 性假 思想工作做完了呀 赵志秋 狠狠批评了一顿 秦海云见状 一把拉住我安慰 男生 我刚刚把陆成狠狠教训你一顿 叶厨的丫头也回去了 我让人把屋子里里外外 都给你换了一遍 你要还介意的话 那转换个房子住 我打了一个哈欠 我连人都没换 房子就没必要换了 秦海云好脾气的哄 反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都听你的 看我拿陆成当空气的 我被戳得一疼 抬头就看向陆成